整天躺下了頭的臉紅 紅到臉色 真的好笑 這些話我聽不少 娛樂半世紀 經典又貼地 Nice to hear 奇岸 from Singapore 好啊 我將來再發掘多一點 你們在新加坡人 這個娛樂新聞就說 趁之謠 王浩信 重新connect 放閃 怎樣叫放閃 有些奇怪 網民就潑爛水了 我現在就講一下這宗新聞 自從2017年的時候 這兩夫婦內存分辨 由以往常常在網上 傳分辨任何場合都是零交流 訪問更加拒絕提及對方 日前 王浩信分別在微信IG 分享了他主演的電影 宣傳照片 Yoyo激烈罕友留言 再次和王浩信公開互動 公開互動 再見逆事朋友朋友都可以互動 網民是不是 把這件事看得太重了 火速成為網上的熱話 不過有眼利的網民 大潑冷水 OK 這個 11月11號 就是Yoyo和Signal Wong 10周年的結婚紀念 但是沒有看到他有任何活動 Signal Wong近年不時和他拍攤的 拍檔傳出緋聞 和Yoyo的婚姻關係備受關注 那些人很想剝花生 究竟這兩夫婦 離婚未嫁 王浩信和Yoyo 在公眾場合就不再合體了 連社交網也不再有互動 例如不給like 又不會留言 但是夫妻的關係 近來好像有點轉機 我稍後告訴你為什麼 另外on top告訴你 因為他們回答很客氣 所以就啟發了我 啟發了我 說今晚the art of flirting 調情的藝術 你們有沒有做這件事 有沒有跟別人flirt的 有沒有跟別人flirt的 我稍後才開箱 說the art of flirting 好 這樣說 他說 日前Yoyo IG上載了自己 入選了無線頒獎典禮 最佳雷佩國10強 你說他有沒有粉 有沒有粉 不要緊 但問題是 我稍後告訴你 為什麼他現在 在互動 有 有策略的 好嗎 好了 他入了10強 在IG寫 能夠晉身10強已經很感動了 衷心感謝投我一票的每一位朋友 王浩信 亦是給like鼓勵的 給like幾個不閒而已 對不對 好了 陳志堯Yoyo 破冰公開了互動 事件一日後 王浩信在微博和IG 分別為他的生氣宣傳 梁志堯亦是留言支持 支持他 這個王浩信 而這個王浩信亦有回覆 多謝 謝謝 世紀破冰成為網民的熱意 在網民留言 2017年首次在公開互動 陳志堯和王浩信重新connect 即即即成為了 網上熱話 Shirley說flirting class is coming soon OK Thank you OK 接著 他就說 有網民說 不要經常夾新聞 然後有些就說 好像17年之後 Yoyo就再沒有留言給王浩信 17年到現在 都幾年了 分居後首次再互動 終於世紀破冰 期待台慶頒獎典禮合體 我告訴你 百分之二百肯定 現在是作為前哨 就跟你說 我讀多幾句他的留言 他說 為什麼兩夫妻這麼生愛 還陌生過普通同事 然後又說 答得這麼客氣就知道還沒朋友 有些就說 說謝謝 會不會太客氣呢 這樣 好了 他說 你們好假 不停放荒出來 拆存在感 然後又說 不如索性 宣佈離婚 不要經常夾新聞 是make sense的 但是呢 我告訴你 這些是有跟高層 討論過 因為為什麼呢 上次被人 摸到七彩 跟 蔡師輩 走出來的時候 就是狗男女 你們不喜歡他 拖蔡師輩 我告訴你 我差不多幾乎可以100%肯定 當晚他應該 會拖 陳志堯 出去走紅地戰 因為只有這樣的效果 才會撥到 記者上頭條 是不是 他們的目的就是 你看不看不要緊 因為 如果 多人 多記者拍照 多人談論 Talk of the tongue 如果這次再出黑面 或者王浩信 出黑面 或者蔡師輩出黑面 這些傢伙 不行了 沒有新鮮感 所以 又加上之前 王浩信和蔡師輩 在拖著被人罵爆 別人不喜歡看狗男女 尤其是你的 Target customer 就是家庭主婦 很不喜歡看到這些狗男女 好了 現在 他就 完全是有劇本編排的 因為之前 我已經說了 叫Yoyo說下次不要 叫他的朋友下次不要 他出現的時候我不同台一起出現 這個都是高層跟他們 briefing 跟他們開會 就是這些策略 我們滲一點 因為 現在12月18號 但他們是一月初的 那個 萬千星批頒獎電禮 現在還有半個月的時間 慢慢煮 滲下滲下 好像茶包一樣 調校那個味道 夠濃 是不是 好了 現在這樣 怎麼說呢 他 就 放小鋒給你 看看你的什麼反應 其實 這叫做期望管理 如果你們大多數有很多人是喜歡看的 他直接會安排 兩個走紅地尖 但是如果 之前完全是沒有交收的 所以他是為 現在這個 connect reconnect 就是為當晚 1月 不知道4號 多少號 萬千星批頒獎典禮 是鋪路的 因為 劇本也要起乘轉合 如果到時 現在 起碼你 你也是有回響 社會也是覺得 是不是那晚 有些 expectation 是不是 你和Yoyo先走紅地尖 他應該一定不會再拖 這個賽斯輩 應該拖Yoyo出來的 然後 如果那些反應是良好的 好吧 下年 未來2022的 直接開部電影給他兩夫妻 對不對 兩個都winwinwin 就是 電視台又win 這兩個演員 亦都可能 那些人喜歡看大團圓結局 很多 阿菇阿姐 有些人喜歡看大團圓結局 他現在 試水溫的 先給一點 深一點 這些 如果那些人 是覺得 期望 兩個合體的 那 喂 這個 因為今晚我做這宗新聞的時候 找了一些資料 關於 一些 韓劇 那些監製 電視台的高層 在韓國 怎樣去令到 那個 電視劇 那些人 或者是綜藝 可以受歡迎 那很多 你想一下 比如說 韓國那些 都是 窮家女 認識了一個有錢仔 然後 突然有生病 You are my destiny 很喜歡那種 很喜歡這些drama queen的東西 但是 其實那些人的心態 都是有少少喜歡看這個大團圓結局的 如果突然之間他現在放了一封 那晚 我告訴你 100%我可以肯定 兩個人 會在當晚 走紅地毯出來的 謀殺菲南 霸佔所有的頭版 霸佔所有娛樂新聞的頭版 這兩個真是聚焦的 希望 他們希望 即是你們 看看 因為那些人好奇心八卦 我就 不會有時間看的了 但是我覺得 如果第一時間 有些最新的娛樂報道的話 我第一時間跟大家 即是再 report report 這個哪有什麼名字 Aclin Aclin Water Healing 她說 Why TVB drama Noradays No Happy Ending I don't know 是的 然後 Irene Chenera 我告訴你 聲音真是很好聽 是嗎 聲音真是很好聽 但我現在有少許眼分 我快說一下 The Art of Flirting OK 好了 我已經預測了這個賽果 他們當晚應該是兩個一起走紅地毯 這兩夫妻 如果反應更加好的話 開部戲給他們兩個 繼續幫電視台收納更多的觀眾 因為他老公現在都在跌 OK 拖就要拖 我也有說過 如果他三個人 好像世紀拖手 蔡斯敏 拖左面 Yoyo拖右面 這些真的是謀殺菲林 Option A and B A餐 B餐 任由他們選擇 A餐 B餐 任由他們選擇 好了 我現在 暫時 將這個新聞 到時你看看我講得對不對 好了 我現在加這個生活百科內 就是講 The Art of Flirting 調情在人際關係之中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經常為 兩個人之間 親密關係打開一個門戶 打開一線窗 男人和女人之間 他們都會調情 很多人覺得 是一個天真無邪的調情 是令人 比較爽 是令人滿意Satisfy 其實本身這篇文是英文 我自己把它譯成中文 他說調情 經常在不同的事情方向中可以應用 例如有些 有些是站一晚 有些是長久 發展一個長久的 關係 感情關係 也是 有些可能慣性的 減低生活壓力 例如有些人 做事這麼辛苦 跟你吹下水 或者跟你flirt 不是那麼serious 你不可以侵犯別人 或者冒犯別人 所以這個 是一個技巧 你要學這種 藝術 在生活程序之中 是一種很高的藝術 The Art of Flirting 有些是習慣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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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是 在社交媒體之中 比如說你WhatsApp Facebook 你是跳躲地說的 他說這些 Digital Flirting 在電子社交平台 可以作為一個 跟人與人之間 經常 make the first move 你怎麼說 作出一個 主動 主動 做出一些反應 另外 比如你在網上 有些flirt 會比較容易 令人 腦裡會想起你的 這是其一 另外 有些人 喜歡 作出一個 友善式 友善 並不是愛的宣言 而是一些友善的舉動 但是 你在網上發佈這些所有的內容 亦都是有機會 吸引到一些人 去留意到你的 他說It's safe to say you are on their mind 就是說 你可以 令到他們關注你 但是又比較安全 他 他說 可能一些 交為 事愛 或者是 怎麼說 作為一個反應 在這個 網絡上 OK 根據研究 你看到一些人 有些什麼反應 你是和他flirt的 和他調情 剛才剛才說 可能你寫一些字眼 在電子媒體 在那裏 很有趣的 是有少許撩他 另外 除了這些字眼 或者 怎麼說 字眼方面 的 這些說話 另外 身體語言 都可以看到 和你flirt 例如說 眉毛 如果根據研究 當一個人 他戳起眉 的時候 他的眉 什麼叫眉非色毛 是不是 如果眉微的揚起 沒有意識 就表示 對你有興趣 而他是 很 unconsciously 即是很潛意識地 做這件事 給一些signal 對你有一個 很浪漫的 興趣 他說 It's an unconscious Way that people signal romantic interest 即是會 升一升 戳一戳 戳眼尾 戳眼尾 另外 根據研究 如果對方 是長期 認識著你 他們有可能 對你有好感 眼神接觸 其實是一個 很好的指標 表明了 對方 非常對你有 潛力的吸引力 吸引著他 譬如說 Staring at you 你有一個經驗 比如你在夜店 夜店 夜店 有些人 你無緣無故到處 突然間你見到遠處 有一雙眼 不停在看著你 但是我有一個高手的朋友 他跟我說這件事 是男生 他說 有時 因為他很英俊 然後他就有時去抱 但是 他見到一些女生 對他喜談 然後那些女生很好笑 這件事都是那些女生 怎樣跟那些男生 那個女生 軟軟的 躲在看著他 但是當那個男生 不小心 眼睛 掃到那個女生 那個女生 立刻 就閃了 笑到我 真是 原來是這樣的 有些女生 你不小心 的時候 他會 看著你 但是 當你 不小心看到 掃到他 他是不是看著我呢 為什麼我好像 看到人 好像在遠處看著我 當你一看過他的時候 原來那個女生 一早看著你 但是當你 看回他的時候 他的眼神 馬上閃避 這樣 因為他不夠膽 讓你知道 其實他一直都在看著你 你們有沒有試過這個經驗 OK 你說來聽聽 笑死 是的 嘩 非常之好笑 這些情境 如果我在 我朋友隔壁 在喝東西 我一定在看著這些人 給你聽 好了 接著他就說 另外 就是 Brief Glances 他說 短暫的 短暫的目光 短暫的停留在你身上 就是產生一個很微妙的調情 在一段親密的關係之中 人往往是會 多看幾眼 你調情的目標 比如說你想跟那個人flirt 他就會多看你幾眼 通常人都是把眼光放在你有興趣的人身上 你不可能不喜歡 梅啟明 如果在你眼前的話 你不可能 你的眼睛盯著他 想跟他flirt 或者想眼光停留著他 你可能很生氣的 看著他 是不是 你不可能 含情蜜蜜的看著他 不可能 是不是 好了 三十年前有試過 Jun Wong OK 多謝你分享 Grace Leung說 Hello Jun Jun OK Shirley說 I stare 就是你這樣釘著他 OK 然後Al Jeng就說 I spot a guy looking at me While I was getting ready to go home after dinner OK 都是 因為 其實兒子都會 剛才我說我的朋友英俊 他經常被女兒看著 但如果 那個男生看到自己喜歡的女生 他會看著 但他看著 怎麼說 他可能會看著 但男生也會有機會害羞 對不對 但如果那個食家的話 他可能會把眼神 停留在那邊看著你 看著那個女生是不好意思的 直接倒閉了頭 他的臉 紅了臉 哈哈 真的好笑 這些 我聽不少 大哥 說真的 我身邊有很多英俊美女 他們都告訴我 所以我都 吸收不少這方面的經驗 至於我有沒有這些經驗 那你可以留言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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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猜猜猜猜 哈哈哈哈 糟了我現在笑得臉紅了 很熱啊 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我的房間冷氣了 大哥 哈哈哈哈 喂 Either way 你講一下你自己 有沒有跟別人flirting 其實呢 你用眼去跟別人flirt 有時是語言的flirt 有時是身體圓的flirt 這些是其中一個 他說brief glances brief glances 就是很簡短的 很簡短的 掃一下掃一下 看一看 他說什麼 Constantly catching the eyes of someone across the room might be a subtile flirtation rather than put pure consciousness OK 還有 坐立不安 根據對浪漫興趣 而非語言的跡象去研究 有時呢 可能呢 他會 就是 玩一下 身上的樓 跟著玩一下 就是那些衣服 撥一下那些衣服 你的袖 很不自然的 尤其是呢 如果女性對一個人 感到興趣的話呢 他更加會玩弄他自己身體 就是身上的衣服 譬如這樣 我猜 以我觀察 有些女性發酵的 如果女性發酵的 那他可能呢 多數都會撥頭髮的啦 整天呢 把頭髮撥來撥去撥好多次 哈哈哈哈 一秒鐘的頻率 一直在撥 你們 哈哈哈哈 笑死了 喂 我想聽一下你們的意見 你當然有 說我當然有 我去撥去別人 為甚麼別人撥去我先 大哥 是不是 Irin Chen 哈哈哈哈 OK 是不是 一定有 怎樣一定有 大哥 你說我撥去別人 為甚麼別人撥去我先 你說清楚一點 OK 是 怎樣 你說來聽聽 你覺得我一定有 誰 誰說我發酵 我肯定不會 阿莎 年輕時一定有 只是你 不要 哈哈哈哈 對呀 糟了 邦鑊 說是 咦邦鑊 我通知了你沒有 對呀 邦鑊 讓我看看 那張紙 待會先 檢查那張紙 看看 對呀 邦鑊 我接觸了 星期日見 OK 看看你們說甚麼 flirting 大哥 是不是 Irin Chen說 年輕時 真的不奇怪 對呀 每個人都有機會 阿仙的聽話是發電 發電 發電波的全程 OK 繼續說 坐立不安的 那些女生 跟著她說 被人家 就是 被人整股 或者尷尬 讓她很尷尬的 讚美的說話 通常被人說笑地捉弄她一些微妙的跡象 表明有人喜歡你 言而 輕微的氣弄 會令人感到不舒服 或者被欺凌 有一個差別 你不要 令到她感覺到被欺凌 有一個分別 反覆會令到你 覺得失望 並且是令你有些不開心的人 即是不值得你花時間 即使她只是跟你玩 試一下 是的 因為如果那個人你不喜歡 你不喜歡他 但他慢慢跟你flirt 其實是有點反感的 OK 即是一次起半次子 你試一下他 看看他的表情 如果他不喜歡的話 那你不要再試了 如果你不斷不省水的 你試了一次 他不喜歡 或者對你沒有什麼反應 或者 ignore 或者轉話題的話 那就是 應該 他不是你杯茶 OK 那好了 另外 他說 possible touching 即是 可能觸碰 你觸碰那裡 你自己小心一點 人家以為你會有harassment 即是性騷擾 他說 調情那些人 可能在言語上觸碰 他們喜歡的人 即是說language 用說話去觸碰他 怎樣用說話去觸碰他 根據研究 觸碰可能是 他們接近的方式 比如手臂意外 撞到他的手臂 就意味可能 他用手撞一下你 糟了 我經常用手推人 我男女說話 我用手推他 OK 講笑而已 有時候我講講 我找手推我 推我身邊的朋友 然後 他說如果你坐在椅子 或者巴桌 那個人通常會觸碰你的手臂 或者試圖用手 去碰到你 喂 有時候說說說話 那個人無端的手 放在你的手上 這些很肯定對你有興趣 無端的說說話 突然碰到你的手臂 這個 例如我推人家的手臂 我都是推人的 對不對 但我不會觸碰到人家的 對不對 尤其是我本身 都不太喜歡觸碰到人家的手 但是 老實說 如果老人家 我會喜歡 抱著老人家的 所以 紅姐你小心點 我會抱著你 哈哈哈 因為經常喜歡抱著我媽媽 你明白嗎 對了 然後 然後他就說 看看 這個 他說什麼 手臂 不小心撞到 然後他說如果 坐在桌子 他可能會試圖用手 捉住你的手 這些肯定是博猛 然後他說 輕捉這個區域 就會向大哥發送有關 吸引力的訊號 英文就說 A light touch on this area sends signals to the brain about attraction 你也是要對方對你有好感 你如果沒有好感 無端端拿著你的手的話 除非我跟那個人好朋友 因為上次我勸交 有兩個人在我身邊 吵架 捉了兩個人的手 我說你們都是我的好朋友 不要吵架 那時候已經很大過了 然後他說 他們可能希望你注意到他 然後他說 他說他們會令你捉住他們 我講英文 他說 They let you catch them checking you out This is a pretty big indicator that someone is into you and wants you to know it Though there are usually plenty of low-key opportunities to size up a potential mate Allowing themselves to be catched In the act might mean that they are trying to send a flirting message OK 他說 有些開放式的身體語言 肢體語言 譬如說 注意到某人 肢體語言 是開放式 或者很放鬆 可以 幫他詮釋 譬如說 他們 正在對著你 他的腳的方向向向著你 另外 表明了 他對你有興趣 譬如 讀心專家 如果他的腳尖 因為 我上次說過 如果你的頭 你的頭的方向 或者你的眼 你的整個頭 他可以假裝 因為控制有些人 會特別去假裝 假裝到好像對你沒有興趣 但其實腳是騙不到的 因為腳離開頭是很遠的 他會不由自主地 他的腳的方向向你的方向 會較為對你有興趣 看看他的腳在哪一方面 好了 接著 他說 例如 如果他們正對著 這個講了 他有物理 即是怎麼說 fisically possimity 即是身體上的 接近 這一種是一個很重要的sign 在調情之中 一個很重要的sign 我想 意思是人體的距離 如果身體越企近你的 對你好感越大 OK 接著他說 如果對某人接近 就不可避免 例如 一部滿載了很多人的 地鐵車廂 如果有人 將椅靠近你的話 並且是靠過來的 很可能試圖 跟你調情 他們試圖 將身體在靠近你的時候 親密的身體接觸 是一種浪漫意圖的 一個好的指標 他們 靠得更近的話 對於 他們準備 和你flirt的 好笑頭 這樣說 另外 他有什麼不同的 風格的調情 研究表明 人有五種主要的調情方式 每一個人的表現 是有不同程度的 每一種風格 有些人是fisically 身體上 通常表達自己的吸引力 而且他們的行為 通常可能 是被解釋為 本質上的 性行為 身體上的flirt 可能是黑勁吧 我不知道 就是猜 是吧 另外 一種是比較擅長的 具有這一種 專注於 潛在浪漫伴侶的 建立一種情感的 帶動 OK 另外 就是跳脾 跳脾的 比較輕鬆 通常 怎樣說 通常 不是太關心其他人 如何解讀他們的行為 他們通常 把這個調情 視之而為一種 內在滿足的行為 令到他 不會導致有任何 嚴重的效果 就是比較跳脾 好像玩 你就不要 serious 另外 傳統式 這種傳統式 就是他們希望男人 能夠成為他 求愛過程中 主動的發起者 即是他可能很渴望 男生做出主動的女生 比較被動的角色 這是傳統的 另外就是禮貌地 禮貌就是 比較 怎麼說呢 兩個人之間 會擦出火化 除非你以某一種方式 破解人類永遠無法掌握的任何方法 普遍浪漫關係的密碼 否則你就知道 這個調情可能是很難的 表達愛意可能會 令到人感到羞怯 尤其是當你迷戀了 一個你正在想調情的人 這樣說 好了 喂 喂 因為為什麼呢 他說 為什麼這兩夫婦說話 這麼冷淡 是不是 對了 他說為什麼這兩夫婦說話 這麼冷淡 所以就能夠 引起 其實你兩夫婦是一對情侶 或者 你以前 即是你上班 如果你覺得 有信心跟你一個客人 即是很熟悉的 熟悉的 又或者你是第一次見他 但是你覺得他都是輕鬆的 你就稍微 加一點點鹽花 跟他flirter 那是沒有壞的 如果你的客人喜歡了你 其實也不是一件壞事 只不過 如果你 即是你不小心 他是 死纏難打 你是害怕的 是不是 我覺得是這樣 所以 這個 小小的 遲些有機會 如果你們喜歡聽這些題目的話 再講 再develop 喂 現在幾點了 糟了 好了 我不要這麼晚了 因為我明天要和我媽媽喝茶 好了 喂 你們想不想我講那個故事 那個佛教故事 那好吧 我現在 before I end 這個今晚的 我就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 昨晚我 即是昨天下午我出去和我朋友的時候 他跟我分享的一個故事 我最初記錯了是佛教故事 其實不是佛教故事 是他的教友傳給他的 那個故事是這麼說的 讓我喝一口水 應該播這個 不再讓你過誕 和阿沙陪你娛樂歡笑人間 Never wanna let you go Stay turn on YouTube channel Smart Travel Woohoo 喂 我今晚有位新朋友 叫HK Hi 你想聽我多說一些flirting的東西 想聽我多說一些調情的東西 不如先聽了我這個小道理 大故事 昨天我一個朋友和我講了這個故事 他講得很好聽 我嘗試用我自己的方法來講 有一天 有一個人跑去 請教一位智者 他就問他 究竟我人生最大的意義是甚麼 智者 即是一個很有智慧的老人 就跟他說 你去後花園搬一大塊石頭 拿去菜市場賣 假如有人問你嫁 你不要說任何說話 你只是在手上伸出兩隻手指 假如他和你還價 你就不要買了 就拿回那塊石頭回來 然後讓我來告訴你 你人生的價值是甚麼 好了 第二天他就一早起床 就在後花園那裡 拿了一塊很大的石頭 照這個長者的意思 跑到去菜市場 菜市場裡人來人往的 那些人就非常好奇 其中有個家庭主婦走過去問這個 即是阿水 當事人 問他 喂 石頭多少錢啊 買多少錢啊 跟著阿水就舉起 即是他記起這個智者的說話 你千萬不要說說話 你舉起兩隻手指 OK 那好了 這個家庭主婦說 蛤? 兩元啊? 跟著這個阿水就搖頭了 然後家庭主婦就跟他說 那是不是二十元啊? 好啦好啦 我回去摘著酸菜也好啦 這個阿水聽到他說 他媽的 一塊這麼不值錢的石頭 居然可以賣二十元 跟著他說 讓我上山拿多些石頭去賣 那就無本生命了 好了 於是他就沒有把這塊石頭 用二十元 賣給這個婦人 他很開心地 跑到去見這個智者 他就跟他說 哎呀 師傅師傅 我今天見到一個家庭主婦 他願意用二十元來幫我買這塊石頭 但是呢 我現在告訴你 你現在可不可以告訴我 究竟我人生最大的價值是什麼 跟著那個智者就跟他說 哎呀 不用急 你明天一早 你再去拿同一塊石頭 去到這個博物館啦 假如有人問價的話 你依然是伸出兩隻手指 然後 如果他還價的 你千萬不要賣 你拿回石頭回來 我再跟你談啦 好啦 第三天的早上 這個阿水又拿著同一塊石頭 去到這個博物館裏面 好了 博物館有很多不同的展品 有一群很好奇的人 就圍觀這個石頭 在這裡 撕撕撕魚 然後在這裡說 一個這麼普通的石頭 究竟有什麼價值可以放在這個博物館裏面 既然這個石頭 放在博物館 一定有它的價值 但是只是我不知道 我不認識這個石頭的什麼來頭 就在這個時候 就是一個人在人群之中大聲說 這個石頭多少錢呀 這樣說 好了 然後這個阿水就站在這個石頭前面 仍然舉起兩隻手指 根據那個 高人教他 有人問價 你就舉兩隻手指 好了 那個人就說 什麼 200元 然後這個阿水就搖頭 然後那個博物館裏面的客人就跟他還價 他說 2000元呀2000元呀 這樣說 好了 當這個阿水聽到 有人用2000元買同一塊石頭 昨天在街市才賣20元呀 他非常之驚訝 但是他要聽這個智者的吩咐 他不賣那個石頭 有人還價他都不賣 而是他立刻 回去 見這個智者 他跟那個智者說 今天又有人出2000元買我的石頭呀 昨天這塊石頭在街市值20元呀 你現在可不可以告訴我 究竟我人生最大的意義是什麼呀 好了 這個智者 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你明天將這個同一個石頭 你去古董店那裡賣 你照例 如果有人還價 你舉高兩隻手指 然後我一定會回來告訴你 你人生最大的意義是什麼 好了 他就 抱著這個石頭 就走了去一個古董店 早上 然後就有人在這裡談論 然後就說 哇 這個古董店裡面這個石頭 究竟是什麼朝代的呢 用什麼來做的呢 有什麼歷史呢 終於有人問價了 這個石頭賣多少錢呀 他仍然都不出聲 只是遞起兩隻手指 然後那個客人就說 什麼呀 兩萬 然後他不出聲 但是呢 那個 那個客人 他就 最初這個水 以為那個人覺得 哇 你是不是嫌貴 那不是 原來那個客人說 兩萬你也不買 那好吧 我用二十萬和你買 這樣 好了 那個人呢 哇 簡直是驚奇 從一個街市 第一天 在一個 同一塊石頭的街市 只是賣 二十元 我已經這麼開心 然後我第二天 聽那個高人說 我去 博物館 賣 2000元 現在竟然在一個 博物館 在一個古董店賣二十萬 糟了 但我答應那個高人 我不可以把你賣 我現在趕快回去 趕回去 究竟問他 我人生的意義是什麼 好了 當他回到 找這個智者的時候 那你現在 智者智者 今天竟然在古董店有人用二十萬買我這塊石頭 那你現在可以告訴我人生的意義是什麼 然後智者就跟他說 你的人生最大的價值就好像這塊石頭一樣 如果你將它放在街市 你就只是值二十元 如果你將它放在博物館 你就只值二千元 如果你將這塊石頭放在古董店 你就值二十萬 你的平台不一樣 你的定位也不一樣 你的人生價值也會截然不同 所以如果你選擇了哪一個YouTuber 你是follow的 你是跟隨的 每天你幫我分享一些影片 一些有價值的娛樂新聞 我將它added value 那你自然是一個 給任何人高價值的石頭 多謝各位 我YouTube頻道SmartTravel除了說 娛樂新聞之外 我將每一段新聞我希望可以附加價值 將它不單只是聽 娛樂八卦 娃虎或者挖別人的創疤 我不是做這件事 我只是透過娛樂新聞希望可以將 每一日的生活百科 如何透過娛樂新聞 可以將它輕鬆地 學一些新的東西 如果你們感受到 亦都是appreciate 感激我的努力 在背後的用心的話 請你將 我的影片 給個like 和幫我分享給朋友 讓我 YouTube頻道SmartTravel 可以繼續去擴展 一個大一點的平台 更多人受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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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怎麼樣呀 喜不喜歡 有什麼跟我說 现在12点59分,有什么要跟我说? 明天早上去同学妈妈喝茶,但我应该在下午,没有时间回来 我不知道下午会不会回来准备一些功课,但早上肯定没有直播 莎姐大敬,OK Christine,哈啰,你好Christine,怎么样?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我是星期日见面,我多谢你 是谁来的? Easy channel,我很喜欢你的小故事,为什么我这么喜欢你的原因?多谢你 你是不是在跟我flirt呢? 现在很简单 还有什么人跟我说话? Jackie Chang,非常好喜欢 究竟你们有没有帮我?故事很棒,Baby Hello Thank you so much,Denise Rosenna姐 沙姐没有嫁,我没有嫁 你们帮我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帮我的影片分享出去才行 对吧? 或者你觉得一宗娱乐新闻应该是说一些八卦 就是坏人仓巴那些 会觉得对这个社会更加有贡献呢? 是吧? 我在想这个社会 经历过这个疫症 我觉得这个社会需要一些正能量 是吧? Cinthia Thorn,OK Irene Chen,乖女 是吧? 应该的应该的 真心欣赏我 Easy Chen 不敢flirt我,是吧? 是 幸好你不敢试 是吧? 有了画面 Cinthia,我说一些故事 OK,Thank you 添增 我想问 你觉得如果我开电话热线 即是聊电话 星期六晚上,你觉得怎么样呢? 你们会不会打电话给我 跟我聊天蓝地笔呢? 你现在留言告诉我 但是我这样看 你应该事先打WhatsApp给我 说你今晚 如果我明天我开放的热线 跟你谈电话的 有没有人这样做呢? 就是当是清谈节目 电台那样 我现在先打我的电话 不过你一定要事先WhatsApp 我你说的什么 还有呢? 我要对你有法陷上的认识 如果我从来没有见过你留言的话 那我不知道你是否有些comparator 来搞笑的人 好吗? OK 谁说Bella YR 星期日要泡泡 不行啊 大哥 你又不是老人家泡什么鬼 OK 我现在在打电话 707-3-45-41 对了 852 OK 852 OK 这个要求太过分了 Cannot entertainer YY Abello OK 如果你是长者,我就可以抱你的 对 接着怎么样 这个是谁 Michelle Chiu 她说 听少了你很多东西 OK,you can do it OK Pan C.C.说 终于又在直播时看到 Wen Lee 说 莎姐比美鑽石 OK,多谢 Phone in,I like Rosenna姐 你不敢打给我 Kamela说不敢打给我 为什么 Bomba说喜欢莎姐 一定,千载不变 OK Sandy Ma说 开始喜欢你 OK,多谢 Gorya Lin 就说 一早订了 OK 等等 Eva Weaver 实际故事好听 是的 真心喜欢我的节目 是吗 Molisa Wong OK,多谢 Jason June 多谢你每次参加我直播 是吗 精彩 是吗 OK 说一下有味笑话 艾曼楼 接着Py Yon 就说 看到一些 subject 回来看看 CAP的图都挺漂亮 好,多谢 多谢阿B 配到现在 Shirley Good Idea 沙姐 红到海黄声 艾曼楼 有兴趣跟你吃饭 多点留言 希望下次饭 最有你份 因为有些人 你留下言 然后没有恒心 然后没有留到 我便不能说 你之前留下言 很多言 然后你差不多我近 我会看的 有纪录的 OK Dorothy Light 就说 会不会有网友跟你对话 嗯 可能星期日有 喂,J-Ho Hello 很佩服你能够有这么多资讯 真是很努力自己找的 如果不是 为什么经常都没有吃饭 很喜欢我的笑声 在那里自嗨 Apan CC 听你就笑 笑跟着笑 是吧 OK 对 沙姐介绍 Ken 那条影片 真是非常之好 J-Line 喂,你有空 知道哪里最淡吗 星期日 下午3点 至到6点 好吗 好吗 还有什么要跟我说 Color Girl Lee Ginny 我看看有没有朱主席 我今天有没有朱主席 看看 谁跟我说 Mandy 有新尝试 是吧 熊姐娘 看看 咦 没有没有 嗯 嗯 Pen CC 正能量 好正 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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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八卦 新闻 当case study 去看 绝对有益 个顺听八卦 嗯 嗯 接着 看看先像 嗯 差不多了 1点了 好吗 OK 怎么样 现在 这个 这个 你是不是假扮阿婆出来 让我抱 哈哈 这个 Belowara 是不是假扮阿婆出来 让我抱 如果你假扮阿婆 你是长者的话 我就抱你了 爱你又如何 哈哈哈哈 但一定要是长者 哈哈 是的 接着她说 Irene Chan说 你真的很努力 但是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 好啊 我会听话的了 多谢你了 Gory Lin说 努力加油 但是要对身体好一点 好吧 我不要说这么久 有请主席 但我也没有准备什么歌 有什么歌 我没有准备歌 明晚先 好吗 OK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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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百计的风 你星期日听我唱 好吗 OK 星期日唱给你听 不能抱的了 但是可以唱歌 OK 多谢你了 这么看得起我 Thank you 好了我们下机了 十一个小时之后再见 明晚 即是十八号夜晚 香港时间的十点报 我再和大家一起 娱乐半世纪 经典又贴地 Thank you Good night everyone 哈哈 我当是疼了 多谢了 拜拜 I love you all 等我 你 那我 你 我先不想